歡迎大家收看 我是Jeremy 我是大叔 今天我們來做 櫛瓜 N種吃法 第一種 醋醃櫛櫛瓜 最簡單的 切櫛瓜 切櫛瓜 很多人問 皮可不可以吃啊 皮當然可以吃 醋醃櫛櫛瓜 所以我們要切 小圓片 然後再給它切 切半就好 就是大蒜 小辣椒 跟櫛瓜切片 醃的話我們先把 醋 一點醋 糖 很重要耶 鹽巴很重要 第二種 涼拌櫛櫛櫛 涼拌櫛櫛其實很簡單 就是這個櫛瓜把它切成 細絲 我今天有一個這個Mandolin 就是濕物處理機 好 這跟雞絲涼麵都要弄細細絲 你看看 哇 好濕喔 對 就是要 就很快啦 對 比較快啦 然後這個的話要先燙一下 兩道涼拌菜 只做好了 我覺得醋醃就是要白醋 顏色比較漂亮 然後也比較清爽 不輸小黃瓜耶 那這有燙過的櫛瓜 那上面我們還放了開心果 沒有開心果用花生也OK 再放個面 就可以變成 雞絲櫛櫛兩面 第三種 蒜炒櫛瓜 炒了10分鐘 單片的話差5分鐘就好了 但是因為比較多 所以說受熱比較不是那麼均勻 總共只要慢火炒個10分鐘會最好 但你就是喜歡炒這種焦焦的 對 因為這樣的話它的焦糖反應才會顯現出來 就是不一樣的口感 還不錯 蒜炒櫛瓜 第四種 乾煎櫛 櫛瓜切的方式 切薄片 切薄片 哇 這要小心耶 來看一下 OK 切薄片就變這樣 對 這其實你是用乾煎 其實拿烤箱烤也是可以嗎 其實有點像義大利Antipasto 他們把櫛瓜切成薄片之後再去烤 我們今天用那個鑄鐵鍋 我先就希望煎出它那個條紋 這道菜也很簡單 試試一下 好 我覺得可以夾肉片筋 鹽 胡椒 橄欖油 把它帶出它那個櫛瓜的新鮮味道 很成功 第五種 櫛瓜烘蛋 你看這個很美麗耶 你要切切一下 這已經切成兩份了 就直接 他們西班牙叫Totilla 就是冷的也可以吃 對 因為裡面有馬鈴薯 所以說就是一餐 加馬鈴薯很棒 我們還放了一些甜椒 這話可以放冷了之後 在下午做個下午茶點心都可以 滿不錯的 放點Tobasco很好吃對不對 我們的櫛瓜烘蛋非常成功 大家可以試試看 第六種 焗烤櫛瓜 我們又要來切櫛瓜了 對 這是要把它切成薄片 這個需要這樣子 很薄很圓 因為以後要疊成櫛瓜糖 重點就是要薄就對了 對 厚度要平均 看得出來 透光的薄 怎麼叫薄 透光 烤的薄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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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就有南法的風情 對 但我覺得放番茄醬很好耶 因為番茄醬有點酸度 櫛瓜沒有酸度 之前吃了幾道櫛瓜菜又完全不同 我們那個麵包粉要炒一下 烤的話它沒有辦法那麼快的烤上色 是 所以我們要先炒到它金黃色 然後再烤 你看顏色會剛剛好 焗烤櫛瓜 第七種炸櫛瓜條 我們現在另外一道炸櫛瓜條 對 把它切成像粗薯條的形狀就好 我們今天用的會是 所謂他們叫做三溫暖的裹粉 就是麵粉 雞蛋 再加麵包粉 那今天我們用一個炸鍋神器 之前打折的時候在Costco買的 炸櫛薯條 看起來很好吃 櫛瓜薯條 很好吃耶 還不錯 你看馬上就吃完了 櫛瓜薯條非常成功 大家可以試試看 第八種 櫛瓜小番茄麵 好 到了我們櫛瓜重頭戲 今天要來做櫛瓜麵條 我們會用這個螺旋切絲機 它切成這樣螺旋拌的麵條狀 然後再跟小番茄一起去炒 去炸雲 炸水 然後再加現在 先放進去 鍋子 鍋子 砂糖 放進去 鍋子 鍋子 好 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道 节瓜 番茄 熏鲑鱼 炒面 但是不是真正的面 是节瓜面 英文叫做Rudels 因为Zucchini跟Rudel的合体 Rudels 真的是有这个字 感觉吃颜色超丰富 对啊 但是很像面 现在吃来是节瓜 节瓜有两个香料最大 第一个就是大蒜 对 我放很多大蒜 你看每一道菜几乎都有大蒜 第二个就是Oregano 奥利糕 是刚刚切的那些 对对对对 OK 好 这都是自己种的 那在炒这个要炒多久啊 要用中小火炒 不要让蔬菜烧焦 你看我们的大蒜都没有变成金黄色 都还是白色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需要炒比较久 它要5到8分钟 OK 然后一定要用锅子盖住焖着 可以保持水分 夏天吃很好 今天就是我们的节瓜的N种做法 我们今天做了8种 对对 希望大家很喜欢 如果你还知道有节瓜型料的做法 告诉我们咯 好 谢谢大家 下次见 Cheers 拜拜